假如说金卡大山最近被人告了呀 这场官司呢非常的抓忙 这件事情呢发生在2022年 当时呢金姐呢在社交媒体上带着观众 参观她自己的彩妆公司 当视频拍到厨房有一套餐桌椅的时候 金姐呢就指着这套餐桌椅 说是美国著名极简主义艺术家 唐纳德·贾德的作品 同时呢对这套餐桌椅大加赞扬 这一下可惹恼了贾德艺术基金会 那么唐纳德·贾德到底是什么人呢 贾德呢是美国战后历史上 非常知名的一位极简主义艺术家 可以说极简主义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冷淡理性克制 唐纳德·贾德呢出生于1928年 在1994年呢就去世了 在2020年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除了他个人回顾展 在他66年的人生生涯当中呢 他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一个可以影响艺术史的人 在他逝世之后呢 他的所有的艺术遗产 都是由贾德基金会在负责管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金凯大神 金姐呢出生于1980年 早年呢通过某种真人视频 而爆红网络 可以说呢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呢 他和他的妈妈和姐妹们呢 一直试图成为美国娱乐新闻的头条 只有你不敢想 没有他们不敢干的 虽然说这一家人呢 有着巨大的流量 也是存在巨大的争议 目前这场诉讼对象呢 针对两个人 一个是呢金凯大神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位于西好莱坞的设计公司 贾德基金会呢 状告这家设计公司呢 侵犯了他们的商标和版权 贾德基金会现在要求金凯大神呢 必须把这套餐桌椅 搬离他的采中公司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呢 进行公开声明 他们不希望这条视频 让消费者感觉到 贾德基金会跟凯大神之间 存在着某种赞助和代言的关系 律师呢明确表示 我们尊重金凯大神女士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 但是我们不想跟他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不愿意任何合理的条件呢 达成和解 这次碰上了硬骨头 而金凯的团队呢 还不以为耻翻译为荣的 给贾德基金会提出来 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 把这条视频呢删除了 我们能不能在社交媒体上 发一条给你们基金会宣传推广的帖子 这个要求一提出来之后呢 现在的官司谈判瞬间破裂 由此可见呢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和产品 都希望能够跟这种网红流量搭乘关系 谈判双方呢 都是站在自己的价值观上 在看待这件事情 我是Cindy 生活在洛杉矶的画廊主 在洛杉矶的画廊主 在洛杉矶的文观上 出跟这种誠言